可以看到這個Wingray 100% 就是他打出來的 他到底能不能維持100%的卡特蓮娜 還是會被中路的TOYS給壓制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 後面 原來花之丸已經繞過來了 是一個五等 向前直接把尬成這個閃電 逼出來以後套點燃想要硬換人偷 阿維套了一個封盾 花之丸還是順利的讓AD拿到了 他們選擇不遠的實際不太一樣 因為OMB選擇是一個前機不遠 HK選擇是一個中心不遠 TOYS這邊選擇直接繳閃 中路剛剛這邊月夜星成 好一些 雙方要摳一個龍戰 中路這邊被推到 憨少直接被史丹利給暈在原地 大絕放在自己身上 沒有造成太好的AOE傷害效果 月夜星成跟花之丸的進場 被套了去後的花之丸打不出很好的傷害 但一個進入水牢把尬丁丁給舉起來 庫奇這邊的血量很低 花之丸再進的進場是被TOYS給擊殺 史丹利還在前方 ORANGE被留下來了 直接被鱷魚給切死 然後ORANGE跟花之丸 兩邊在藍區要進行一波入侵TOYS 又是一個遠程的退球 推到了輔助納米 反身的一個海浪 花之丸的死亡蓮花順利的帶走阿維嗎 有 但是右方丁特也收掉了殘血 兩邊的輔助都倒下 HORO還有閃線做了一波拉打 但是前方鱷魚的進場 收掉了花之丸以後 哇沒想到這一波 OMB在自家的藍區又是全面受挫 丁特從右方的包夾配合左邊的 這次已經放掉了 就看中間的不能拿到外塔 塔的血量其實還有三分之一 兩邊在左 在中間的拉打 這波約會形成的進場 海浪也放出來了 憨哨剛剛是閃線過去 大絕道在後面的兩個carry 並沒有辦法進行輸出 憨哨被蜘蛛王給綁到 以後TOYS直接超能解放把他灌死 花之丸的順步也用了 這波直接上來 硬套虛弱阿維閃線 左方剛才直接收到了這顆人頭 右邊花之丸也是直接被五個殺 哇前面佳文利用EQ逃跑 被史丹利給暈到原地 丁特從左方的蜘蛛王沒有綁到 但是 哇TOYS這個EQ直接推到了四個人 史丹利閃線 史丹利一技能進場以後 順利的帶走 後面再暈了進去 卓越的被動讓他把所有的技能都提升 他現在大局又多了更遠的距離 這一波 哇鱷魚直接向前 在塔內一個人胸五個人 後面 隊友憨哨的反身進場 在塔已經被摧毀了 史丹利在前面 沒有人可以把他打到半條鞋以下嗎 這太誇張了 雷射塔打在史丹利身上 好像也是抓癢 這個軍營 第二座的軍營也要倒了 現在直接可以結束遊戲嗎 剛剛看起來還是有點溝通不太順暢 因為憨哨是直接一個進場 但是他們四個隊友直接往後拉 對感覺是有一點 Carry這邊覺得已經有點半放棄的狀態了 憨哨發現的時候 怎麼只有我一個人出去 他馬上就套了自己大局 華托伊這邊找到了機會 直接把傷害關在Holo身上 最後一顆球把他給擊倒了 即使娜米這邊是很及時的幫他加了血量 但還是受到了擊殺 這邊蜘蛛王又綁到人 阿偉直接一個閃吹把華托伊給吹出來 華托伊反正一個死亡蓮花 並沒有辦法帶走任何人 兩邊在溫泉前的一個混戰 再一次的推球進場 史丹利跟丁特各拿 利威大利跟丁特各拿 在一起的是嗎 沒有 連去壓力的 跟袁特是在哪裡 能跟對止分析 我們都不擔心